你好,欢迎回到民法典200讲 上一讲我们学习了诉讼时效 设立这个制度是为了督促人们及时行使权利 让法律关系能够安定下来 这一讲我们要学习民法典里另一个也很重要的时效制度 除此期间 它和诉讼时效可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些权利只能由除此期间来督促行使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制度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贾先生在商店看中了一台超大屏幕的电视机 价格是36000元 但贾先生却看成了16000元 因为比较便宜就购买了一台 签了合同也交付了定金 一个月后商店送货提出要收36000元 把贾先生吓了一跳 赶紧解释是自己看错了价格 要求退货并且拒绝付款 但商家认为合同已经签署一个月了 不能退货 双方争执不下 贾先生无奈就到法院起诉 要求撤销这个合同 案例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你认为一个月后 贾先生还能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合同吗 有些同学会认为这是可以的 理由是根据我们上一次讲的 合同权利还没过三年诉讼时效 依法应当受法律保护 但我要说的是 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 贾先生在一个月后确实还能撤销合同 但却不是因为这个撤销权仍然受诉讼时效保护 而是因为这个权利仍然在除次期间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理解这个结论 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除次期间 除次期间这个制度规定在民法典第199条里 但如果查看具体条文 你会发现没有使用除次期间这个词 使用的是权利存续期间 这是因为在审议民法典时 人大代表们提出这个词太难懂 最好不用 但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是挺精准的 除次有排除次去的含义 而除次期间就是指法律规定 某个权利就存在这么长的时间 过了这个期间权利就会彻底不存在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除次期间这个表述 但翻法条的时候你也要知道 它其实就规定在第199条里 要更好的理解除次期间这个制度 我们要和输送时效对比着来学习 那同样都是时效制度 除次期间有什么不一样呢 区别其实很多 但你只要理解三点就够用了 咱们挨个来说 第一是用范围不同 除次期间约束的是行程权 而输送时效约束的是请求权 行程权请求权这样的表述 你听着可能有些陌生 但它其实是对权利的不同分类方法 简单来说 有些权利 权利人只要一行使 就能单方面的让已经成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也就是马上形成法律后果 所以叫形成权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 贾先生看错价格请求撤销合同 这个撤销合同的权利就是一种形成权 只要这个权利被行使 就会发生合同撤销的效果 合同就会从有效变成无效 它适用的就是初次期间 请求权也很好理解 正好与行程权相对 它是指那些只能请求他人配合才能实现的权利 被侵权时可以请求赔偿 达成交易后可以请求付款交货 这些需要对方配合才能实现的权利就是请求权 他们适用的就是输送时效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要专门拿初次期间来约束形成权呢 这是因为形成权通常比较强势 只靠单方一致就能让一个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相比请求权 它更容易让法律关系变得不稳定 对这样的权利用输送时效那么长的期限来约束 起不到督促效果 而且也不公平 好 现在你知道了 初次期间和输送时效 分别约束的是行程权和请求权 是不一样的时效制度 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时效制度 那它们带来的约束效果当然也不一样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法律效果不同 你应该还有印象 输送时效结束后 发生的法律效果是权利不再受法律的强制保护 你要注意 这里说的是权利不再受保护 说明权利还是存在的 仍有被实现的可能 但初次期间结束后 是让权利直接被消灭 彻底不存在 这意味着 哪怕义务人愿意让权利人继续行使 法律也不至此 因为权利都没了 自然没有再被行使的道理 最后 这两个期限还有一个关键区别 他们的计算方法也不同 我们知道 输送时效可以被终止中断或延长 但初次期间不存在这些情况 所以 除次期间也叫不变期间 除此之外 他们的起算条件也不一样 输送时效 我们之前说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那初次期间该怎么计算呢 其实不同权利的初次期间 长短起算方式 还有些不太一样 我们不用把它们都讲一遍 因为有些权利 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 所以我选了两个 和我们生活很相关的形成权 我们主要讲 他们的初次期间该怎样计算 第一个是撤销权 具体来说 一个人行使撤销权 就能单方面的 要一个合同关系被撤销 咱们开头说的案例 就是这种情况 贾先生把电视价格 从三万六千元 看成是一万六千元 这在民法上就叫重大误解 这个时候 贾先生就能获得一个 法律富裕的撤销权 如果他行使撤销权 就能让合同从生效变成无效 一般来说 撤销权的初次期间是一年 在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时起计算 什么叫撤销事由呢 就是出现了合同 可被撤销的情况 比如被欺诈签了合同 因为重大误解签了合同 被胁迫而签了合同 等等 只要当事人发现了这些情况 初次期间就会起算 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般情况 期限是一年 接下来我和你说两个特殊规定 如果撤销权 是因为出现重大误解 才产生的 也就是案例中 贾先生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的初次期间 会比一年要短 只有90天 这就是贾先生享有 撤销权的初次期间 如果超过90天 撤销权就会消灭 第二个特殊规定是 如果撤销权是因为 被胁迫才产生的 比如强买强卖 这个时候 出次期间是一年 但起输方式会改变 这一年不是在被胁迫时起算 而是在胁迫行为结束后 才会起算 这就是关于撤销权 初次期间的计算 除了撤销权 另一个我们很常见 也受初次期间约束的权利 是解除权 它的法律效果和撤销权类似 都是会让一个法律关系 从生效变成无效 但它的出发条件 和撤销权不一样 具体来说 如果出现了法定 或者约定的情况 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只靠自己的意志 就可以让合同解除 解除权的初次期间 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律直接规定的 第二类是当事人相互约定的 比如你很熟悉的网购 七天无理由退货 这就是一个解除权 它的初次期间 是法律直接规定的 只有七天 只要超过七天 解除权就会消灭 就不能无理由退货了 再比如 贾先生购买电视机时 和商家在合同里约定 如果发错货 应当在三日内退货 解除合同 这种情况 就是当事人 约定了初次期间 这里的三天 就是双方约定的期限 它虽然很短 但也是有效的 只要超过三天 这个约定的解除权 就失效了 说到这里 你可能想问了 如果一个解除权产生了 但它的初次期间 既没有法律的特殊规定 也没有事先约定 这是该怎么计算呢 这个时候 合同一方 可以提醒另一方 在合理期限内决定 是否行事解除权 你一定要注意 这里说的合理期限 就是这种情况下的 初次期间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 不同情况下的 合理期限是不一样的 具体是多少 还需要结合 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确定 比如说 如果交易的不是电视机 而是容易变质的生鲜 这个时候 解除权的初次期间 可能就会更短 但这不是我们本讲的重点 咱们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好 这就是关于解除权 初次期间的计算 最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 开头说的案例 结合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 贾先生对电视机的价格 产生了重大误解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只要他在90天的 初次期间内 行使撤销权 就能让购买合同 从生效变成无效 可以拒绝收获 不过我也要多补充一句 毕竟看错价格 是贾先生的过失 如果因为这个原因 让商家额外付出了 一部分仓储物流的成本 这还是可以要求贾先生 合理赔偿一部分损失的 好 关于民法典规定的初次期间 我们就说到这里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第一 初次期间 就是指某一种权力的存续期间 一个权力 超过初次期间 会彻底消灭 第二 初次期间和输送时效 是两种不同的时效制度 这个时效的适用范围 起算方式 会产生的法律效果 都不一样 第三 初次期间一般适用于形成权 比如解除权 撤销权等 不同形成权的初次期间 期限不同 起算方式也不同 听完这一讲后 给你留一个作业 请你也去搜索一下 除了解除权和撤销权 还有哪些权力 适用初次期间呢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明天再见